嗨 大家好 我是美樂 我們今天要去騎福山部落 先騎到烏來 然後有一個橋那邊右轉 然後再上福山部落 我們烏來其實騎過了很多次 像我第一次騎公路車的山路就是騎烏來 可是都沒有騎過福山部落 然後這一次要騎到福山部落看看 挑戰看看 那我們就走吧 Go 早安 我們現在又來騎烏來 這應該是我們第二條熟悉的路線吧 第一條是貓空 第二條就是烏來 然後之前都是騎到瀑布那邊 然後我們今天可能會 然後我們今天會騎到福山部落 應該聽說那邊比較陡一點 是嗎 其實我不知道 好像還好 好像還好 你有去過 第一條真的好像還好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車友 嗨 大家好 我們老的車友 對 什麼東西 嗨我是丹尼爾 然後阿丹他手機機放在7 好 好 等他一下 早安 那我們剛才從新屋路口7出發 然後我們第一站會停在烏來老街那邊的觀光大橋 那這段路是13.9公里 那爬升大概130 然後我們今天的配住員是Daniel 他在前面 然後阿丹現在在後面 現在才7點半 太陽就很大了 好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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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熱 大概7點五十五而已耶 真的好熱 海洋也太大了吧 難怪我看網路上的人 他們都五點就起來了 我們剛到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在下坡了 就來到這個文山農場 回到這個文山農場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非常長的下坡 這邊下坡要注意一下 當然也要注意一下 那個是回程最累的上坡 下坡了 下坡了 不如來這裡的路線就是這樣 上坡然後又有下坡 下坡的時候就會覺得好涼喔 下坡了 接下來這段呢 是我覺得烏來 新烏來這邊的最漂亮的一段 就是它有非常值得一條路 然後右邊也能看到西邊 很漂亮 就是這樣 過了剛才那段長直線之後呢 會有一個 緩上坡 所以剛才那段長直坡呢 不能踩太用力 不然 這邊會很累 還沒還早呢 好爽 好了到了這座橋 觀光大橋 對 我們第一次拿到公路車的時候 就是騎烏來 然後騎到這邊 已經知道 一德國小組了 變黑了 中午啦 因為那時候也是比較晚出發 確認你今天不去吃香腸嗎 等一下不是會到那邊回來嗎 欸福山部落怎麼走啊 你有去過福山部落嗎 我怎麼記得那段路很陡啊 很陡啊 所以你騎到一半就可以回來了 他有幾個部落比較好 走唄 走唄 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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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是雲頂泡溫泉吧 不是啦 先看瀑布啦 聽說等一下福山部落那邊比較陡一點 很陡喔 走走走 我也抖走走 沒去過福山部落欸 真的 可以去看看啊 不知道有多遠 嗯 這裡怕不好懂 我不能拿我的風 我騎起來腳也在抖 我不能拿我的風 這個有八九度吧 只有八九嗎 但是這個連續這樣子 我也維持 喔 怎麼知道 因為我剛剛看到啊 好像有血喔 沒停過 因為上身身擺脫啊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活度吧 很好練的一個地方 這裡比較涼耶 對 車很少 泡湯 對 往左邊 全家左邊 往右邊是去泡湯的路 我不要這種可以去泡 看到全家福山部落往左邊走 走吧 前面 有個很陡的坡 延續陡坡欸 然後我現在才發現 我還在用大盤菜 我的老天鵝啊 會有一種站到的感覺啊 不會 我現在回去就要回來換了 我們今天不是越遠來騎車的嗎 你怎麼來這邊拍照了 過了剛才瀑布那邊之後呢 右轉就是往福山部落 然後15公里 哇 這條路好舒服喔 一進到這邊就發現很多車友 這邊騎車耶 這裡很漂亮耶 對啊 你有沒有覺得騎腳踏車就是一個 開車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很遠 要去一個地方 開車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很遠 但騎腳踏車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繼續騎 就覺得怎麼變近啊 這裡好漂亮喔 從來都沒有來過 我每次開車的時候 我們都開到瀑布那邊 頂多道那邊就停 對 就覺得好遠喔 開了一趟路 旁邊的水感覺就可以拿來喝 超過七八戀吧 旁邊的水感覺好涼喔 超過七八戀 好燙 看到前面這個陡坡 決定休息一下 等後面的人 兩位了 還沒 看看前面有個很陡的坡 這位木側應該有14吧 好陡啊這裡 趕快變檔 好了 沒得變了 沒得變了 好陡啊 加油 武林前最後一練 剛剛那邊超陡有19拍 沒有發現嗎 我沒有我沒有馬表 超陡 超陡 真的是超陡 真的是 我整台車子都快翻過去了 我的前輪都快開起來了 我已經翻過去了 你是快要 現在我們到了這個 很有部落風格的橋 你看 然後我們就到了福山部落 是啊 大都寫了 那裡 可是大家都是在哪裡拍照 前面會有部落啊 然後在那邊拍照 我們等一下回程再來拍好了 先去那邊部落找東西吃 到了這個有一個福山部落的牌子 空點 171點沒有公里啊 這裡啊 帥車 今天10點 然後我們到了福山部落 現在 就有一個瀑布 所以我們來拍照 沿路其實過來蠻多瀑布的對不對 而且蠻漂亮的 很舒服的一段路 那段路很漂亮 好 開始拍照 我們下一位 好 那我們在福山部落這邊呢 看到一間可愛的餐廳 它叫Loka 它這邊呢 看一下它有賣什麼東西 你看這邊 Loka 是這樣念嗎 是念Loka嗎 Loka Loka 加油苦力的意思 加油 這邊很適合變成腳踏車咖啡廳 它這邊有賣炸燈 然後還有雞蛋仔 然後賣一些飲料啊 然後跟咖啡這樣子 你看我剛才點的很可愛 好 那我們現在休息一下之後呢 等一下就準備要回去囉 對 然後等一下回去還是會有上坡下坡 上坡下坡 最硬的就是回程 回到文山農場那一段上坡 對 那也是最累的上坡 對 那你這段路騎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後面這一段 我們沒有騎過 所以我一直想說 到底到了沒 到底到了沒 其實它這一段還是有一點距離 嗯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囉 你從入口然後騎到那個烏來大橋 的距離差不多 對 差不多一半一半 對 那我覺得後面這一段是非常漂亮 後面這一段比前面那段還漂亮 對 完全不一樣 非常漂亮非常值得來 而且我覺得說抖也沒有到非常的抖 就有一小段會非常抖 只有一小段有19%的波 然後其他的都是緩緩或者是平的 嗯 平的那裡就可以一邊拍照 一邊玩樂 一邊騎過來 而且整趟路的數音 滿多的 嗯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下滑啦 好 下單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結果他們在那邊買吃的 可以開啟小鈴鐺 我們有一個人的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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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